我們今天就要玩一個體驗人性的遊戲 This World of Mine 這遊戲呢 玩過一陣子之後 發現是挺耐涵的 很有意思的 好像有耐性和心思的朋友就要試試玩的 但我就不是在在在那麽多位人興 因為身為香港的一份子 連國馬路都要穿紅燈 連看Youtube影片都要催別人出片的 香港人呢 是絕對不適合欣賞這些高質素的遊戲的 那為什麼我會拍給大家看呢 就是因為這遊戲裡面是有很多種玩法的 第一 你就可以選擇做好人 把一個悶鬼 很耐性地到處搜索資源生存下去 第二 就是做一個壞人 把一個惡魔踏上成魔之路 到處去家人努力搶光所有人的資源 就讓自己做一個自私精生存下去 那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香港人 這麼沒耐性 玩什麼遊戲都要追求痛快 這遊戲也不例外 你也可以選擇做壞人追求你的痛快 那不如試試踏上成魔之路吧 我們就重新來過了 這遊戲 YEAH 我要重練了 因為我之前做好人 其實也看不到很多 人世間是艱苦 那些 很不開心的經驗 做好人是沒有好報的 那些事情都已經體驗了 我們試試做壞人 簡單說一下這個遊戲的背景 說實在戰爭世界裏面 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動亂的社會 那你不知道為何 生活在動亂的社會裏面 都要有這麼大間屋住 我們住一個劏房的香港人 應該是蠻羨慕的 同時間都很諷刺的 不知道在大金像裏面 都好像住得安樂過我們這幫香港人 那進回正題先吧 這三位人兄就是我們三位主角 我們玩家要做的事就是 讓他們的命維持下去 用盡我們一切所有的方法和資源 就讓他們生存下去 你看到頭一天只是Day1 我們要玩到去Day45 才會等到戰爭結束 所以我不會玩完全部 我只是拍一集給大家看 給大家感受一下 做壞人的滋味是多長髮 我也很想試試 那頭一天裡面 因為有分入頭和晚上 在天天裡面 我們只可以留在家裡收集物資 而等到晚上 我們才可以出去 奸人努力偷人的東西 殺人來 做這些灰瑣的行為 那馬上介紹一下角色的東西 我們頭一位人兄就是 Pivella 好像是這樣讀 說實他跟他老婆和兒子 之前住在城市的某個角 但是因為打仗的時候 令他們失散了 很久都沒有見面 這個人就不知為何 就不出發去找他們的老婆和兒女 反而是跟一群豬貧狗 住在一間房屋裡 我也不知道你的腦袋是什麼 但我們不要管了 我們跟他們說話得知 就是足球員 他以前是 這個樣子看起來 都很像斯朗拿道 那我叫你斯朗 就這樣說吧 第二位人兄就是叫Buno 看起來整件事是很像李錦聯 看看他解釋 原來在戰爭之前是 有一間餐廳 還有電視節目show 完全是李錦聯的故事背景 我不知道 你真的很像 整件事就叫你李錦聯 我們最後一位人兄就是Marco 看起來有很多回事 看不看 只看左邊又不看右邊 不知道你搞什麼 尾巴也差不多連結了 在戰爭之前 原來你是消防員 救人魔術是一個人民的英雄 到現在這個日子 就淪落到要做一個強姦犯 或者是賊人在周圍偷人搶人 這個遊戲裡面有一個系統 你看到下面簡介裡面有些橙色字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述他們現在的狀態 就不知道為什麼 斯朗拿到一開波已經受傷了 可能你跑得太快 就不小心扭傷腳 我不知道你跑步的姿勢也挺奇怪 同時 消防員不知道為什麼已經有點病了 我也不知道你做什麼事 感冒還是什麼事 不要理會了 我們簡單說一下這遊戲是玩什麼 你看到 屋內其實有很多手掌 很多logo 證明你可以去探索一下 就很可能有些資源在等著你拿 我們立即叫斯朗拿到上前 來掃垃圾 就掃到垃圾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很神奇 有些材料和有滴水在裡面 你在垃圾裡面拿出滴水 這個技巧應該是 幾世紀以來都沒有人做到的 那斯朗拿到你果然就與否不同 同時掃到一個小櫃圖 會不會有風情信用來收買呢 看看 就發現都是有滴水收買在櫃圖裡面 也挺神奇的 我不知道你怎麼拿回來的 那滴水 你用一條你拿進去喉嚨裡面 還是怎樣 就有些山肉啊 食物啊 這些材料全部呢 都可以給我們合成的小鼠工具 去維新的 立即出現我們合成台 有什麼新東西就可以合成 就好 有些工具廠啊 有個電飯鍋啊 給你這麼不喜歡吃啊 這些軟軟軟軟的東西 就是可以讓我們維新下去 我們立即做一個小鼠工具室 就弄一些工具給我們晚上弄一些武器啊 刀啊 床頭一下就慘爆人家 小鼠工具室就完成 立即你這麼亂就弄個橙吧 你不要想掉你 啊 我沒有看過戰地風雲 人家打仗也是用橙的 斯洛蘭道餐點的衣櫃還沒找 麻煩你拿去看看裡面有沒有新衣服穿 哇 不知為什麼在衣櫃裡面有棵草 我把菜都藏在這裡 還有鑽石 是整件事很過癮的 我不知道哪個傻瓜 八字石藏在這麼重要的財產 在這櫃裡面是蠻好笑的 被我們斯洛蘭島找到 同時把這個櫃開完 我們馬上跳到晚上 整間屋都被我們拆均勻了 那就應該沒有東西留的 不是啊 眼殘啊你消防魚 這裡明明還有一個櫃 你要拔開它 麻煩你用把手 一下子弄爆了門 我們看看它的動作 其實都好像很誇張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拔門 要拔到好像在撐泥 這些動作是蠻誇張的 OK一下子弄爆了鎖 麻煩你還要用童手開門 哇!有本書在這裡 衣櫃上了鎖 但收了一本書裡面 是什麼?聖經還是什麼? 有什麼書那麼重要? 立刻呢 你這樣亂爬樓梯上來 看看可不可以 剩下拿手好戲煮飯吃的 不行啊 我們沒有煮飯煲了 我們什麼財產都做不到 我那裡的床也沒有 那不理了 立刻 skip到夜晚 你們沒有床睡了 頭一晚睡在地上 有什麼好怕 病了而已 睡在地上 來到夜晚 很可能有些強盜 就會過來我們家 搶我們 偷我們東西 或者殺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 找一個人 就守住在家 就你這樣亂負責 守住在家 然後消防員 你有病在身 你怎麼都要出去 搶別人的 因為你有15個袋 你知道嗎? 3個人裡面 你最多的東西是你 大隻佬 那你一定要出去 同時 死亡難道 因為受傷 那你很少睡在地上 就會休養身體 睡在地上 你立刻出發 帶回一個 把手 同時可以帶橙 去橙破人 我都不知道 立刻出發 消防員 搶東西 偷東西 我不知道 我選了一個地方 就是有個人 可能很危險 那又不知道 有些逃兵 那些逃兵住在家裡 就這樣說 我不知道 我找來殺了 又不是有你家 你不用這麼緊張 那人立刻起床了 有些零件 被我們蓋房子 立刻拿去 有個女人 還是什麼 看起來 就不像壞人 但我也不管你了 你敢動我 我動你 立刻來開門 就爬樓梯下去 你看到這些紅點 什麼意思 就是他在下樓梯 那我立刻下去 你瘋子 那他已經在這個地方 我們下去偷他們的東西 我們暗倒陳倉 進去 偷所有的資源 拿吧 真是 消防員 自民 戰士幫 DD哥就沒有難度 一下偷窺眼 裝下去是沒有人 立刻來個神 開門 再鬼鬼祟祟祟走進去 有東西偷 這些手 拿東西的符號 就證明 你現在這樣做 你是在偷東西 有些好像很貴重的物資 有些煙的問題 我不知道做什麼 吃煙 有此理 現在全面按煙 你現在還吃煙 給我吃 你不要吃 拖掉這些零件 好啦 剛才我們也照 進去 那個位置 看到一個人 立刻來個牆壁 躲在我 沒問題 你想怎樣 我們先拿一把鏟 準備一把鏟炒爆去 吃屎啦 你一把鏟炒下去 好啊 不要啊 打爆你 有此理 真的收回那個鏟 我也知道你很勇敢 看看屍體有什麼 不知道是一把女兒來 我以為是壞人 不要理了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好 那我們已經爆了 回包 怎麼找屍體也找不到東西 我們其實很想在雪櫃裡 偷你的食物 啊 不知道啊 女人不給是壞人 神經病 你們想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你說連女孩子也不放過 你說什麼 現在沒勢 人波為己天珠 你偷了你的垃圾 這有此理 同時呢 有些罐頭食物很重要 你知道有些蘿蔔可以給你 亂煮 煮東西吃的 那我們今晚是這麼多 YEAH 這有此理不行 我們一定要看天神道 警惡情間這些事 你必須要做的 闖進去 偷了你所有的東西 或者你殺人 不知道誰只有他一個人 死了 不是還有一個人在 如果被他發現 他老婆死了的話 可能他會瘋了 所以我們怎樣都要 先把他放在一起 我怎麼知道你是什麼 你是好人 你又不會 把東西收起來吧 喂喂喂 快點躲起來 神躲起來 沒問題 怎樣 他有浴室洗澡 我們馬上來浴室殺人事件 不是 原來是肥佬禮 馬上拿好一個人 準備把他放在一起 吃屎吧 嘩 波獅 打他的要害是很成功的 我們的確 我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家 還是那句 我不管 我當所有人都是壞人 真是可憐 人波唯一是天主 滅在炒你的背包 找到垃圾 謝謝你 我們垃圾都要拿 搶完野狼 啊 打暈了你 還沒死的 我也知道 不會死的 哪有這麼快 好 消防員已經 回到家了 打暈了人 你有沒有看到有血出來 有沒有看到有血流出來 沒有 哪有殺人 啊 波獅來的 好啊 欸 First Bud 什麼First Bud 他成就說我First Bud 神經病 哪有 喂 我不敢相信我做了 啊 我自乎消防員很內疚 那 就 嘩 是已經是很不開心了 那你看 所有人又累又餓 過了一晚 就睡覺 哦 哦 Marco 為什麼你要殺人啊 嘩 為什麼很不開心 哈 原來殺人是會令到他們不開心的 神經病 你習慣 你不要理 你快點弄東西吧 弄一張床來先吧 Mag 就來個 被人睡覺吧 是不是 弄一張床來 你看 很不開心 為什麼我會 啊 我 我下次會不會再殺人 我希望 我不會再做這些事 神經病 你不用這麼不開心 你已經是替天行道 警惡情姦了 是不是 你不用這麼不開心 我們弄一個收音機 就可以播一下歌 聽一下耳 那就安撫一下消防員 脆弱的心靈 先吧 喂 什麼事啊 你 這麼膽敢拍門 立刻來個開門仔 看看他想要來交易東西 這些水魚 我看到他的樣子是很不老實的 其實 但是我們剛好有顆鑽石 可以立刻來給他交易 就換了木頭 那就換多少 還是換這麼少 一顆鑽石也要換 八塊木 話之你 事故爛彈 走吧 你不想見到你 換完 bye 他說這個成績很危險 我下次會嘗試來 最好被觸擊手打死你這個奸商 走吧你 啊 裝機弄完 就聽一下無線電廣播 我記得有些音樂可以聽 舒緩一下這兩個殺手的情緒 叮叮叮 但是家中的小朋友 就不要學了這些東西 他說我可不可以重新來過 但是我有得選擇嗎 喂 小王爺你真的不用這麼不開心 咦 他們是逃兵來的 知不知道 他們是那些 殺人犯來的 如果你不殺他們的話 他們會殺更多的人 你小王爺你經常做得好 這個道理就好像不斗之拳 因為拳四郎當時太天真 不敢去殺人 就搞到那個殺手 周圍殺了所有的人 那我 你睡一睡 休息一下吧 不用這麼不開心 我不知你 那斯朗你坐在那 那我們又 skip一天了 唉真的 消防員 是極度不開心的 你看 他又生病了 只有李錦聯 是覺得這件事是正確的 只有李錦聯 覺得整件事是正確的 他完全沒有一些不開心的 悲傷 那麼李錦聯你又負責 繼續搜屋 同時 弱小心靈的斯朗就睡覺了 同時馬克勒 都要不開心 你怎麼都要出去找東西 立刻有個 消極史上 我們立刻去了 有新地方立刻來個小小工具 以及 一些草頭帶去準備的見人 遇佛殺佛 遇神殺神 嘩 嘩 芝麻根拿摩 有人開槍了 誰有此理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就似乎他們真是壞蛋來的 誰有此理 真是 我不知道 我們炒這些垃圾 不知道他開槍 嘩 他正在走過來 對不起 他想怎樣 我沒有槍的 喂 那就我不知道 之前玩都沒見過這個情境 Hey you 你怎樣 這裡應該救我們用的 不用擔心 喂 但是似乎他們雖然開槍 但其實是好人 我不管你 人方為寄天珠地面 我還是繼續做雙人 你吃事 你想怎樣 立刻拿好床頭 一下子幫下去 嘩 嘩 你差點看來的 什麼都看不到 你有你的房子 我的生活 你有你的臭垃圾 我有我的偷翻船 你不要以為他們開槍 跟你說 這裡會救我們 你不要 聽完他們說 你就覺得他們是好人 喂 Don't do this again Don't try this again OK OK 沒問題 沒問題 你當看不到 欸 那就 沒有啦 沒事吧 我絕對不是想要用床頭 Boss up 你的 嘩 音樂好像Walking Dead那種感覺 你不知道 好像那些殺人 或者那些殭屍侵襲 那些聲音 你覺得好似的 你下泥 應該是對我沒問題的 有很多資源已經被我們拿了 那你把槍其實挺漂亮的 其實我也挺想拿你把槍 好啦是時候走了 嗨 大叔 你好 我不想弄大他 我現在走了 好啦 不弄大他了 他們三滾 還有槍 我們連刀也沒有 怎麼對他們 唉 走了 不要弄大他 真的 喂 我找到好多東西 真是 真是 啊 哇 我們昨晚是被人搶的 神經病 我這次有惡報 神經病 看來我們昨晚被人突襲 幸好我們司朗 就能夠保護我們的家園 但司朗就受傷了 因為保護我們家的時候 人不為己有天之地 好人是沒有好報 我們反而無故 你看 神經病 沒得被人打劫 還是什麼 你看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OK 我們的城魔之路 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可能看到心都喝了 竟然天天就會做這些東西 不知道 其實是遊戲 其實這遊戲 都挺有意思 如果真的有些有耐性 和有心思的朋友 你值得是一賣的 你自己上Google找吧 在外國來說也挺有名的 但如果你想看別人玩Gameplay 香港是沒有人拍的 這遊戲 你唯有在外國的Youtuber上看看 這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想繼續 我 踏上這個城 我都知道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你想我 氣暗堂明 想做一個正常的玩家 你也可以說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遊戲 如果你們反應好的話 我會繼續拍下去 就是這樣 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